一個原定計劃要向國際太空站運送物資的雙用無人駕駛火箭 在維吉尼亞州一個美國太空總署的發射台發射6秒後爆炸 在星期二日落時分這一輩私營公司的火箭 在大西洋沿岸的玉洛普斯島剛離開地面就發生爆炸 爆炸並沒有造成地面人員傷亡 所有損失都局限於所謂的風險區 有關官員說已經開始調查爆炸原因 這枚火箭是由軌道科學公司建造 原定計劃於運送貨物飛船 攜帶超過兩噸重的食物、儀器和補給品到國際太空站 美國太空總署副署長威廉格斯·唐麥爾說 火箭發射非常精細的業務 但太空總署對該公司有信心 他說太空站上的工作人員所必須的用品並沒有損失 他們仍然有大量的糧食並沒有安全問題 軌道科學公司是美國太空總署雇用的兩家民營公司之一 在2011年坦穿梭機退役後 坦總署需要另外尋找途徑 向地球軌動發送貨運飛船